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時間緊迫,說回這套電影講,如果我們不是從一般的心理學統計、測驗、實驗去分析記憶特性 原來大腦,可能相對少人說我們的記憶特性是怎樣的,我們的記憶除了一般會扭曲、無中生有 但我們整個腦是怎樣記憶和重溫一些記憶,其實我們的大腦不同的反應都可以看到相關的證據 最好的導引事例就是《I Origins》,這齣電影講一個生物學家,他中間有很多情節,我跳過去 其中有一幕就是他死了一個未婚妻,然後他跟自己實驗室的助理結上愛情 後來結婚了,那嬰兒快出生了,但一次他們很開心的聚餐,就是遇到一個適應的香水 是非常之似,或者是一模一樣的跟他以前死去的未婚妻的味道 然後他嗅到這陣子的那一晚回家的時候,他私底下做了一件事,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一來他是有性需要想解決,但是不找他老婆,因為他老婆快要生了,在懷胎,不是這麼方便 另一方面就是那隻味道是長時間,因為他實在是太轟烈了,以前跟他未婚妻的那種愛情 所以他嗅了他的味道,竟然回去太掛念他以前的未婚妻 就去翻開一些影片的性愛畫面,或者是那些挑逗的畫面 然後大家就看到這一幕就是他用一隻手伸進褲子那裡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香港人俗稱的打飛機,就是自俗 他就開始這樣做了,這個例子想帶出什麼呢? 就是我們記憶是勾起一些回憶和記憶是很全面的 我們有平日主觀選擇性的東西,但是當我們去輸入一些記憶的東西的時候 或者我們翻起一些回憶的時候,我們受著很多可以不同的訊息去牽引出來 其中這一幕就是那種香水的味道 因為我們的大腦神經記憶不是單單海馬回 很多人說,譬如在神經科學發現,海馬回是我們記憶的好像硬碟一樣 即是如果那個腦區受損的話,我們不但只是一些短期記憶 或者是這一年至幾年的所有記憶全部都忘記了 還可能會剛剛那個人唱了一首歌給你聽 然後你轉頭就忘記誰和唱了什麼歌給你聽 所以有很多人就覺得,海馬回就是唯一儲存記憶的地方 另外就是說,譬如走路的電話一整天忘記走去哪裡等等 其實沒那麼簡單,我們的大腦除了會將一些很狠狠 或者是很相對確實的儲存在海馬回之外 其實我們是會受很多地方的協助 包括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畫面就是聞到香水浸眉的故事去觸發到 聽某些聲音,如果你和一些很重要的人 或者是你一些深刻的經歷 其實所有這些元素是多點全面幫助你去記憶 或者牽引出你的記憶 就算你是失憶也好 所以看到有些失憶的故事 可能就是有些勾起去引導 所以其實如果在我們大腦的記憶反應裡面 正正就是,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全部腦不是說我們記憶的時候 就是海馬回運作 如果你找FMRI掃描的時候 就是那裡的血流量很厲害 然後其他東西是不動的 是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正在回憶的時候 相關所有牽涉 可能都因人而異 譬如說他那個記憶 有些人記憶的特性有些不同 那他腦袋同時間幾個東西 如果他回憶這件事 也會不同 譬如有些人很受聲音影響 可能是聽聲 很受相關語言 如果很受剛才那些湊角 又可能是多幾個地方 或者是更加強的著燈 同時間都是跟他的記憶有關 所以我們不要看少 以及不要那麼簡單 將很多的記憶看得那麼實在 也不要那麼簡單認為 我們那個大腦 只是某一些區域負責一個功能 不完全是 雖然有些位置主要是這樣 所以在我們一大輪看這些記憶的時候 我也奉勸各位 真的要詳細再看《史提反》的第九集 因為他有很多的課程鋪排 很仔細去講 心理學裡面 怎樣去逐一分析 關於記憶那方面的事情 我自己最喜歡他說的一點就是動機 原來我們記得的深刻與否 意義大不大 你記得很多這樣的事情 其實都是我自己認為 好像他介紹一樣 在乎你是否想刻意去記 還有你想不想去記 加上一些很偏頗的印象 就是你自己是對別人 即是你很厭惡某一個人 你很討厭某一個人 你簡直是想懲罰他 那些 你記得他所有發生在那個人身上的事 都是涉及你這些 心理主觀動機的影響 你翻查記憶的時候 你就會對那個人印象很差 就算是發生同一件事 你很討厭那個人 和別人沒有那麼討厭他的話 你整個回憶的感覺 和那些印象 細緒的細節 你都會挑選一些不同的東西 去儲存在你的大腦上 所以這個記憶的課題 就會延伸在下一次 我就會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人有多主觀 人心有多偏頗 也都好像蕭先生的邊緣回望 我們的良心象簿是九出十三歸的 心理學絕對告訴我是這樣 我不是否定人所有的觀念、記憶 所有東西都是靠不住 或者是完全是非理性 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發言 就是現在我們的科學 告訴我 很多人的思想言行 是兩溝的 或者是溝通得很厲害 如果你硬要我下一個判斷 我認為絕大部分的人 理性的比例都是相對少 都要根據那個人受的訓練 遭遇、教育 或者成長背景各方面 但是一般來說 我覺得受著很多生物性 演化直覺、本能反應 錯覺、記錯野 所有的主觀扭曲這些 比例和成分都不少 希望如果我們聽很多課程也好 網上講一下 另外就是一系列日後的延伸課 如果我們講解 加上如果你喜歡看我們寫文章的話 你就開始會慢慢覺得 世事我們的思想言行 並不是那麼簡單 好 今次延伸課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